中国人的经济头脑真的太厉害了 大家好,我是越南小张 今天给大家讲个故事 今天我和老板出去买了树木还有花盆 结果买到绿螺的时候 老板竟然问我 你问一下他们这个东西到底给不给租 我那时候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如果在中国是真的有这样子的 是不是给租一年呢 然后我问那个姐姐 姐,这个绿螺给不给租 然后姐姐灵气一动 说,哎,从来没有吃过 但是可以给租的 一半的价格给你住五天 哎呦,什么 五天,一半的价格你们要不要 其实中国人这一点好厉害 因为在我们越南 从来没有给租过这样子的书 或者这样子的花盆 因为他们以为呢 就在他们眼里 一个花是卖出去的 而不是给租的 不知道在中国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你们还有什么想法 可以来越南这边运作一下 哇,太好做了 同时哈 如果在中国的一瓶绿螺是多少的 反正我今天跟老板出去的时候买的就是 七万 七万一瓶 七万一盆 这么小的一个 然后这个花是四十二万 包括下面的这个盆子 在中国的呢 好 那么今天加几个词关于花 第一个 也许越南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 叫做玫瑰花 花 第二个 经常摆的 但是不应该不建议大家送给心爱的女孩子 叫做菊花 花 花 菊 花 菊 这个 这个花不知道在中国怎么说的 反正在我们越南叫做梨花 梨花 越南人都不是很喜欢这种花 因为梨表生就是分离 分 离 分 离 所以他们一般都不会送亲爱的人这个 然后也不会摆在自己的工作上 蓝花怎么说 蓝花叫做花 蓝 花 蓝 燕花 燕花是 桃花 桃花 然后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叫做 抓 boy 抓 boy 就是英文的 花心 花心又叫做 大 挺 大 挺 然后花一个女孩子 非常漂亮的 漂亮像花一样 叫做 蓝 如 花 蓝 花 蓝 欢迎你以后有没有人愿意来我们越南这边哦